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柔河房口村的李二金一家忙碌起来 苹果采摘后即将运忙北方的草原 而几十公里外 居住在建构长城旁田仙玉村的老人少亮 悠闲地在村口摸着排酒 让人看不出这里曾是北方至先重镇 曾几何时 成捆的大乡从这里被驼队运往边疆 而这一天 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的司机 彭兴林又要上路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彭兴林就从老人那里得知 以前的怀柔人年年春天开始 就会带着从北京或者张家狗的各种货物 赶着大车队越过长城 到草原上去做生意 这一习俗 源于怀柔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上 在长城之南的山地中 有卵河 潮白河等河流 以北则是无尽的草原 千年观茂 茶马护士就此展开 最早的茶马护士 源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唐朝 唐王朝积极的编冒政策 也使得他成为历史上少数几个 不用耗费巨大人力 物力 修筑长城的王朝 但宿代之后 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继续壮大 宋朝皇帝开始加强对茶马护士的控制 但控制并没有带来和平 反而导致草原与中原的战争 愈加激烈 最后蒙古铁骑一路南下 踏破江南 公元十四世纪初起 明朝大将徐达将元晋赶出温山后 洪禄 永乐 重开护士 边境茶马护士空前繁荣 形成东游马式 西游茶式的阴茂盛化 这一天 城吉思汗的黄金士族新增了一对龙凤胎 姐姐被取名为孟根 亦为白银 弟弟被取名为阿勒坦 亦为黄金 二十六年后 当这个男婴长大 成为草原上能争善战的安达汗时 围绕在边境内外的战争与和平 都将围细与他一人 护士从整体上来说呢 双方都需要 但是草原地区呢 更需要 此时茶马护士的交易 已经关闭六十年 游牧民族渴望中原的茶叶 布皮和铁器 资源的匮乏 使得草原上的牧民 不得不用牛皮做的锅 去烧水煮饭 现实的困难 使得安达汗 必须往南求得生存 关闭关爱的原因 是六十年前的那场战役 土木堡之变 公元1449年 当年的宦官王阵 借口降低了瓦剌部族首领 野仙贡马的收购价格 使野仙奋而对明朝皇帝宣战 明朝皇帝朱祁镇自然不甘示弱 率领旷官王阵 以及本武大臣 远征瓦剌部族 以教训他们的过程天高地厚 但英宗朱祁镇的五十万大兵 在出兵后的仅仅十一天 就被屠杀殆尽 英宗朱祁镇被俘虏 旗指大儒 让冥王朝 从此以后转入全面防御 并借口战乱 屡屡终止边境护士贸易 安达汉在这样的现实下 将如何实现他边境查马后世的 唯一有梦想呢 时间回到2014年 4月30日 司机彭兴林 赶着111国道 前往内蒙古运输国府 当年 他的父亲驾着马车 要花五天才从喇叭沟门到怀柔 今天他一天就可以抵达 内蒙古的泰普斯奇 怀柔自古以来 就是连通北京与草原的交通要道 贯通怀柔东侧南北的111国道 南起北京市东城区东芝门桥 北至加戈打起 依然连通着北京和蒙古草原 我们来前 一般都要自备干粮 90年代 一般我们都带 带点蜂蜜面呀 活着肠啊 鸡蛋呀 像八九十年代那日 听他们讲 一般都是带铁柄子 要不带点红薯干系列的 直到现代 因为修筑水库 才将当年的药道淹没在了水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庞兴林每次去草原 走过的不再是大水玉关 而是河房口 相比于过去 今天彭兴林的工作 相对来说 要轻松很多 不用一步一步地 用脚丈量千里长途 也不用风餐露宿 再过一段时间 彭兴林的孩子 将要过生日 他决定 利用这次出差 给孩子带一份特殊的草原礼物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 草原上与怀柔截然不同的 物产风俗 但在几个世纪之前 长城脚下却是战乱与死亡 公元1551年 明家境二十九年 来自蒙古的铁骑 正是沿着这样的通取要道 越过长城 直打北京东支门下 蒙古士兵自怀柔席卷而过 横扫整个京队 胆战心惊的大臣们 站在都城的城墙上 看见都城外 到处是被点燃的民房 和遍地的平民尸体 这是安达汗 为了逼迫明朝皇帝同一边冒 所发起的第十五次入侵 长城外边跟长城里边的贸易 都给他定为茶马护士 就是用马来换茶 可见茶对于草原来说有多重要 要获取这些物资呢 只有两个才有途径 一个途径呢就是墙里边 我需要这个东西 我到那儿可以随便地抢 你不给我就把你杀了 一个呢就是贸易 交换 年轻的部族首领 安达汗开始意识到 经济封锁和边境冲突 对蒙古民众的实质性危害 十分巨大 于是他派遣使臣 第一次向明朝提出囚供 期望重开护士 但安达汗的请求 次次被嘉靖皇帝和内阁首府严嵩 以寇情多诈为由拒绝 还两次杀死安达汗派去的谈判使者 明朝君臣的行为 最终彻底激怒了安达汗 这个以战争夺取蒙古统治权的铁血克汗 决心同样以战争赢得护士重开 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之时 整个京城四五万进军 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 而临时组织的民间军队 也因为拿不出保障大军的粮食 只能解散 安达汗越过长城 率军入侵 达到北京城下 让明朝的统治者感到很极少 就说你北京皇上的日子没法过了 随时一天两次包围你北京城 如果你要连北京城下也没有 那可能随时都到你屋里 把你第一个都过来宰了 当城外一片烧杀掳掠之时 在皇宫的西院 皇帝和内阁 以及各部大臣 依然提不出具体应对策略 原因就是当年英宗因共事导致被俘的耻辱 依然历历在目 议事堂内 没有一个大臣敢冒险提出 立刻重开护士 此刻 对于天朝的君臣而言 大明王朝的体面远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四年都可以通风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时逃回内蒙古的元顺帝 经常派兵南下 不时的侵扰我们北方 于是专张派徐达冯胜等人 在这里修筑长城 大水运观 这个明代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位于怀柔长城的最东端 千年岁月里 当战争来临 这里是南方平原的守护者 当和平之时 这里又成为沟通草原 与中原的边茂通道 来自草原的马皮 牛羊 毛皮 乳制品等 与来自中原的茶叶 物品 粮质 手工制品 相互交错而过 前往位于长城内外的集市 进行交易 繁华的景象 也曾经在长城之南的 怀柔秋场上演过 直到今天 我们也会在这长城脚下的乡村 依稀看到百年前 人们的生活与生产 现在的怀柔 凭借着温润的气候 优质的水源 让怀柔的水果 品质极为出色 今天 李二斤的哥哥李世金 在长城山脚下的果园 修剪苹果 和红枭里的枝叶 清理坏枝 使得果树得以在收成时 质量更为优良 早在永乐年间 怀柔当地出产的板栗 核桃等 就被选为专攻皇家的 御用供果 那些曾经为皇家 提供御用供果的古树 在现今的怀柔山区 仍旧保存完好 咱们的树龙最大的 差不多有一二百年的吧 一二百年的少 但是还是几十年的多 在怀柔辖区 山区面积占88.7% 山峰500座 其中千米以上的 就有24座 山卵之间 长城沿线130余里 变质板栗 核桃 唐林 萧林 苹果 红杏 柿子等果树 农贤之余 比世金和村里的果农 会在长城脚下 111国道的出口处 将批发余下的散果 卖给往来自驾游的旅客 让他们回去时 也烧上一袋 怀柔的特产豪果 这样和平的农家风貌 对于几百年之前那些 为天朝颜面 慷慨陈词 出谋献策的大臣们而言 是不可想象的 过往的杀戮 早已成为 历史的云烟 散去了 今天的安宁祥和 已经成了这片土地的主题词 时间回到公元1551年8月19日 安达汗的请求 依然没有得到响应 紫禁城西院内 静默的群臣 依然没人给出 值得肯定的建议 此时 他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 安达汗为了重开共识 重开编码 早已不惜一切代价 征伐 屠杀 收买人心 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人 是造成编冒中断的内阁首府严松 他坚持认为 安达汗是抢食贼 不足患 负责编冒事宜的礼部尚书 徐杰则认为 按照规定 可以暂时准许通共 但条件是 蒙古人 不可以随便接近编程 必须停留在编外 经大同守臣奏请许可之后 才能进入 八个月后 经过安达汗的一再催促 嘉靖皇帝终于同意在怀柔以西的另一个边境重镇大同 重开马市 短短短数日 大同马市已不断换马2700余匹 安达汗供马谢恩 朝廷又回赐私衣金带 此后 宣府 沿隋 宁夏珠镇也获准开市 每年两次 短短几个月 数万匹蒙古马进入中原 一时间 和平的曙光 即将出现在北方的长城内外 但原本也是边茂关口的大水浴关 此时却并没有等来重开关口的御令 宝山镇位于怀柔长城北面 宝山区 这里的很多地方 名字大多来自蒙语 例如 就在宝山镇 一个名叫天河川的地方 名字就来自于明代史的称呼 天克利沟 即蒙语边界的意思 还有当地许多叫渣子的地方 都曾经是蒙古各部族 圈养牛羊马匹 架设沾障的居所 但如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大多都是清代 以及民国时期的北方移民 蒙古的文化在此地已淡化 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印记 它隐藏着的 是一条划分于长城内外的族群边界 一条曾经长达几百年 没有打破的边界 猜疑与误解 战乱与纷争 如魔咒一般 困扰着长城内外这条边界上的 军臣与军民 在北京的皇城内 反对重开边茂的声音从未停止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明代著名的忠臣 杨济盛 鲁学中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华裔之变 也叫忠王壤仪 就是主张汉族人是优秀的 是核心的 然后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蚂仪 瞧不起 所以说呢 如果不能够政府他们 就尽量和他们少打交道 嘉庆皇帝朱厚聪的内心 始终恐慌地担心 暗达汗率军直抵东之门的噩梦 将再次重演 就在派遣大臣与暗达汗的使臣 商议重开边茂之时 在王朝内部 诸后聪也开始调遣军队 设置寄了总督大臣 总览边境练兵和防卫 从大水域关到建口之上 分布着嘉庆皇帝 派遣守卫长城的士兵 他们日夜整隔一带 但这个隔绝的举措 却意外促进边境士兵 和蒙古民族的交流 即使在战争的时候 也有一种交往的作用 它是一种走私贸易 长城原先的汉族士兵 他为了自己的私利 然后经常把这个北方民族 需要的一些粮食 布皮 茶叶 偷偷地然后运到这个草原上去 然后进行交易 然后从中获利 这种走私贸易是非常发达的 因为那阵物资也比较匮乏 一般都是有的时候过去 咱们的国府和人家做兑换交易 我听说有人有换 就是他这边的毯子呀 还有刀啊 还有这个吃的东西 现代马夫彭星林 他通过来往物流的工作 在二十年的岁月中 为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谋得一个稳定和幸福的生活 当抵达泰普四级时 虽然距离加戈达奇 还有一千多公里 但迎面而来的草原景观 已经和怀柔完全不同 迎接彭星林的是 公路旁悠闲吃草的牛羊马隔 太普四级自古以来 为猛汉交界之地 将国府送进仓库后 彭星林和同事们说一声 就独自上街去了 这是一座与怀柔截然共同的小城 由于缺乏史料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得知 古代的怀柔驼队 是否也曾到达过这样的草原腹地 进行远途贸易 但今天这样的和平时代 怀柔的国府 已经不仅被怀柔人送到这里 甚至还被送到了更远的俄罗斯 以及海外的唐人街 院里的商贸往来 使得今天草原上的人们 可以自由地享有丰富的食物 服装 以及更多的东西 没有人会再愿意 为了一点茶叶 一点布品 远征千里 而在此时 长城边脚下的河房口村 李世金正整理一教 准备将果实收藏入教 家里边有一个装140多筐的教 因为我现在就是产量高了 然后我家里边的教已经放不下了 所以我现在这个园子里边又建了一个 能装400筐的梨教 有这个两个教 可能就是说我这辈子就基本上够用了 果园里 李家老老少少不分男女的 一起为丰收忙碌着 今年的收成很好 大家干活也特别起劲 怀柔果品的味道 将通过物流运输 运往长城内外 和平究竟何时能来 整个公元16世纪的中叶 安达汗依然在不断的征战 与期待中度过 直到公元1566年 嘉庆皇帝诸侯聪 因为服务丹药过量而死去 他的继承者是29岁的龙庆皇帝 朱宰后 长城的守兵终于等来的 和平的曙光 不同于明朝历来的大臣 拒绝边茂的决策 公元1570年 龙庆四年 在名相张居正的主持下 安达汗终于达成愿望 朝廷养诺为其封王 并重开遍茂 十二月 安达汗将八十名 从中原逃入草原的汉人秦获 献给明廷 龙庆五年 龙庆五年 六十四岁的安达汗 被封为顺义王 大臣王重古正式上书 陈述封贡 后十八条 两年之内 因为张居正 编冒政策的调整 长城内外关系 慢慢朝互惠 和平 合作的方向发展 此后 长城沿县 除辽东原有马市外 九边各镇 又开十一处马市 这些都是每年 只开一次的大市 数定期定额的贸易往来 明代还依前代一致 逐步加强茶法和马证 制定了一套严密的 茶马护士制度 并派遣茶马御史 到各茶马司巡视 以达到对茶马贸易的管理 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然后双方可以自由地 开来进行买卖 但是有一些 是不能够进行自由地交易的 比方说铁 因为铁如果流入到 蒙古草原的话 然后可能会被制造兵器 什么的 清代初期 茶马护士言习明智 清统一全国后 以往由官方指定的护士形式 逐渐被空前广泛的 民间自由贸易所取代 环柔的大水域关 全面开放 彻底成为一座商贸边关 清朝的时候 到康熙的时候 基本上控制已经非常的成功 在蒙古地区 他又把蒙古部落 分发成很多很多不同的 那种小的单位 在内蒙古地方 他实行了这样一种蒙古霸旗 所以说他已经完全具备 统治整个长城内外的军事能力 和政治上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他没有必要秀长城 也许就长城已经没有用了 位于怀柔南部平原上的茶屋 从此盘胜数百年 直到今天 依然还是沟通山西 与滨海的运美通道 香道是怀柔一条独有的山茂之路 这条道路随着长城遍地兴起的佛教 而开战 打完排酒之后的老人少亮 回到家中告诉我们 记忆中 怀柔传承数百年的志向盛况 我小时候呢 咱们这个地区就是咱们的村吧 有厢房 那个厢房他们一个是一个大家庭 他们是老哥仨 做厢的这个 那里都是人工 没有不是什么机器 都是人工作 那小跳啊 还得赶了 不赶的一个是不光 一个是那个不结实 压住那个不是那个松松吗 他一杆着用他那个杆 就跟咱们现在那个蒸包子 捏饺子 那个大难板似的 香道是一行手艺 不是说谁都会做 那算手艺人 那现在不是我不少 恐怕全村人都不少香 共老祖宗啊 有时还烧 不是二家人还烧 因为他记念的是咱们祖先的 晚年安达汗 心愿得偿 在南来北往的商贸与文化交融中 他开始信奉佛教 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安达汗 对于早年的战争杀戮 非常后悔 所以他极力控制部下 为长城内外的和平 努力着 大水玉关 大水玉关 秋长 香道 茶雾 茶马护士 从龙庆以来 不断地融合与交流 有的繁华如稀 有的只剩老人唏嘘 今天在宝深镇的深山林里 优质的水源和温润的气候 让火火红红的圣余果在炎下风风收 这是新一波的收藏工作 刚送完小孩生日离开的 梁心里 又将再度踏上雨 长城内外 边界已然消失 残酷的厮杀已成为历史故事 今天是盛世的融洽与和谐 新的融合 正在长城脚下 上演又一个历史传奇 晚安 女人 小孩生日离开 白就像个胶子 臣 不知 良述